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后,社交媒体上最火的不是五大镜或者谷爱玲,而是王萌。王萌以他诙谐幽默,充满激情的解说让兵迷交口称赞。不少网友呼吁让萌主焊在解说席上。这里是新闻八爪鱼,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解说席上爆火的王萌,本该在冬奥赛场边指挥。他当年淡出国家队的原因是什么?请点个赞再继续,让更多关注王萌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日,不由地想起了2010年中国代表队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短道速华项目上包揽四斤的伟大战绩。2014年李坚柔在500米项目上的幸运班夺金。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五大禁毒称局面的悲壮情景。2022年北京冬奥会希望中国代表队取得更好的成绩。 我不想用国难思良将形容自己的心情,只想用这篇文章去纪念自己的偶像,那个冰场上伟大的王者,王萌。 王萌是中国女子短道速华队运动员,多次夺得世界杯分战赛的冠军。 2006年都林冬奥会获得500米金牌。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上成功未免,成为中国未免冬奥会冠军第一人。 2012年世界杯获得女子500米比赛冠军。 王萌是中国冬奥历史上夺得金牌最多的选手。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华500米,1000米,3000米接力冠军,并获外号王三金。 王萌500米只要参赛,中国队就没丢过500米世锦赛或冬奥会金牌,它有着定喊神针的作用。 曾先后12次打破世界纪录,4块冬奥会金牌,21个世锦赛金牌,90多块世界杯金牌,他永远是女子短道速华领域,当人不让的世界之王,天下无双。 1984年王萌出生在黑龙江东部的七台河市,这是一座人口不足百万的美城,一直到2013年才拥有大型室内兵场,却培养了10位世界冠军,中国历史上获得的13枚冬奥金牌中,这里的运动员拿下了其中的6枚,被称为中国的短道速华之乡,世界冠军摇篮,冬奥冠军之乡。 这里就是王萌的家乡,也是杨阳,范可馨,刘秋红等一批短道速华世界冠军的家乡,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 和其他城市不同,从这座城市的细节,可以感受到短道速华是这里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1995年初,11岁的王萌开始了速华生涯,出设冰场时,因为脚小,根本找不到适合他的冰刀。 他历尽坎坷,怀着一份执着和热爱从未放弃过,启蒙教练马庆忠给王萌找到冰刀以后,他竟然抱着宝贝冰刀睡了一夜。 此后,他爱冰刀如命,每次训练结束都要用一个小时磨刀和整理器材。 那时没有室内冰场,队伍之间训练要挫抬时间,王萌他们的上冰时间是凌晨一点,室外温度零下30多度。 有一次上冰摔倒,磕出血,自己却浑然不知蹭来蹭去,最后满脸都冻上了血。 父母是坚决地反对,对辛苦而又残酷的竞技体育并不抱有乐观的态度。 王萌却坚信自己会有所作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提到自己早早就向父母做出了承诺, 18岁时我肯定不用你们的钱,我还会帮助家里。 2000年,16岁的王萌首次在全国比赛中斩露头脚,夺得全国酒运会短道速滑1500米比赛的铜牌,并顺利进入国家队。 早上7点起床,晚上10点半就寝,中间被填得满满的训练计划,国家队的生活是规律而枯燥的循环, 但性格直爽开朗的王萌总能为团队带来活力。 青少年时长期离家训练,也让王萌养成了坚韧而成熟的性格。 2007年,长春亚东惠女子1500米短道速滑决赛后,获得铜牌的王萌毫不遮掩地向媒体表达了对比时, 刚从美规国执教的李衍的不满,王萌炮轰教练的新闻一出,引得一片哗然。 事后他说自己只是发发牢骚,却被媒体无限地放大。 三个月禁赛是王萌为这次心直口快付出的代价,但也是这段时间让他得以沉下心来,彻底地反思自己。 归队后,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王萌终于对李衍说出那句较量我错了。 追忆往事,他坦承自己当时的鲁莽,因为太年轻,躺在奥运会冠军的床上没起来。 几次肯谈过后,两人也更加了解对方,这对同样好强的师徒,共同的目标都是让这支队伍出成绩。 2010年结束之后,王萌说他太累了,他决定离开一年,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语言, 但是当记者问到他退役的问题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又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觉得如果我现在退役的话,对不起很多人。 是我们老一辈运动员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突破,我们才有这么好的条件去训练。 那现在,我就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带新人,等到我老了,滑不动了, 新的小孩可以超过我了,我就可以先按理得的退役了。 2018年5月,王萌出任中国速度滑冰队主教练,到了2020年4月,王萌黯然淡出。 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萌2018年执教之初,大刀阔府开始了自己的改革举措, 他组建了国际化的教练团队,其中就包括现在中国短道队的主教练, 金善台和技术教练安贤珠。 中国短道速滑队还第一次公开举办了直通国际比赛的选拔赛。 对于队伍的建设和管理,王萌也有自己的想法,体无完肤地折磨他们, 每一天都让他们感觉挑战到了自己的极限。 如果触犯到对归的底线,就马上淘汰。 如果你连自己都管理不了,你何谈为国争光?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信心和勇气做改变,那怎么可能信任你,如何相信你去争取奖牌? 我们要成立一支赶死队,实现全面参赛的目标,赶死队的作用, 就是针对每一个具体项目,逐个逐项地去攻破。 中国队在2019-2020赛季的比赛中,六战世界杯比赛短到速华项目上取得十金十一银十三桶, 总成绩方面不及韩国、荷兰这些老对手。 而在各个单项积分榜上,中国队也没有一位运动员占据第一的位置。 王萌2020年淡出国家队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出过疑问, 或许相对平淡的成绩以及未见耀眼的新人冒出的确有可能成为有关方面换帅的动因之一。 还有个猜测是队伍的内部人际关系。 王萌率领的短大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冬季项目队伍之一, 预算也比以前大幅增长。 王萌在上任之后大权在握, 启用了孙玲玲、张慧等多名队员时代的好友、参与领队、教练等队伍管理工作, 外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短大队调整的消息传出之后, 也有业界人士猜测事情背后或许存在利益纷争, 有人认为王萌的强势、执教风格可能引起运动员的不满。 平心而论, 王萌此前没有管理这样一支庞大队伍的经验, 在平衡协调各方利益、领导艺术和执教风格的锤炼方面可能会有所欠缺, 但他是否有此出局尚未可知。 总之, 非技术因素或许是不能排除的因素之一。 曾经无数次回想起这句话, 那时候的我们都以为, 四年时间很快, 弹指一挥间。 可是没想到, 接下来的四年时间居然那么漫长, 经历了那四年, 好似经历了一生。 在此次冬奥会中, 我们会看到更多充满个性的表现, 这一点即便是在开幕式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演出的小朋友不再强调整齐画衣, 而运动员的入场式被网友赞叹为冬季时装秀, 这都让人们对这次冬奥会有了更多期待, 更专业, 更个性, 也更平易近人。 在更广阔的背景上, 我们必须认识到, 中国观众已经进步很大, 冬季项目现在已经大范围普及, 即便是在南方城市, 也有很多滑冰、滑雪爱好者。 现在人们除了观看比赛, 自己也能体会冬季项目的魅力, 这无形中对比赛的解说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王萌则在解说席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方新天, 这或许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了点赞, 订阅, 分享,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